光复乡泰巴朗部落祭祀广场旁 暂时放置早期水报局清理193县摊坊的大量土石 也限缩了部落土地空间的规划使用 而随着水报局的绿美化工程需求展开移出 县府的水报局以及部落领袖干部现看后 部落族人也着手规划 未来空出来土地空间 预计将规划作为垂球场等活动的场地之用 到场会刊的水报局 县政府以及泰巴朗部落领袖干部相代表 对着这1300万立方的土石黏土 提议讨论移除作业 恢复原来的土地样貌 土方以前对这土方运气到再利用 对对对 那应该很多吗 这个大概几地方 2400 2300 水报局 这样子的话这个场地可以再多一点 那部落可以再运用 这些土方来源 部落领袖指出 早年193线道 编波道路摊方 造成大量土方 水保局当时与泰巴朗部落协调 暂时放置在祭祀广场旁的这处空地上 这一放就是好多年 限述了部落土地 环境空间的使用与规划 如今随着水保局 在南区大鱼池绿美化工程需求 展开移除部落颜乐建其成 结议就是原本那是水保局的土 它只是气放在这边 它有用途的话 它就是要塗到那边 部落以后这个要用做什么用 这边以后 这边也是要做一个土地 就是提法 预防就是说以后大水来的时候 这个地区官场要受到冲击的话 那可是我们的规划 里面就是说要做土地 暂时放置的土方全数移除清空 原油的土地空间 泰巴朗部落也因应 技术广场未来多元化的发展 初步计划作为部落垂球场等大型竞赛活动 部落碎石器以场地之用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